这是一起令所有女性看完都会愤怒无比的案子 这个孕妇只是因为在车上和丈夫吵了几句嘴 就被丈夫深夜无情地扔在了大马路上 可就在她拖着七个月的身子步行回家时 突然一辆车子驶过直接将女人撞的命丧当场 两天后孕妇的丈夫见妻子一直没有回家便报了警 警方沿着孕妇回家的小路一路寻找 但接连找了很久始终没有发现孕妇的踪迹 可没过几天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有网友发现每到深夜 就会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孕妇游荡在被丈夫抛下的铁桥上 这件事情很快引来了刑侦教授阿燕的注意 由于她现在身体抱恙 于是她便吩咐助理小琪与阿朗前去现场调查 来到这里后 小琪通过视频与阿燕打量着这里的环境 不料尽意外地在桥下发现一间破旧的小屋 由于这间屋子距离孕妇出现的地方很近 于是阿燕便让二人来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阿朗下来后发现屋子附近虽然有些凌乱 但从周围的摆放规制的东西来看 这间屋子似乎真的有人居住 二人猜测会不会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误弄玄虚假装的孕妇出来吓人 阿朗先是试探性地敲了敲门 等待片刻确认里面没人后 他直接打开门准备一探究竟 不料刚进来 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恶丑 正当二人准备忍着这种气味尝试寻找一些线索时 窗外突然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 拿起相机对着阿朗二人就开始拍照 还没等小七反应过来 男人又跑进来对他们大喊就不要拿走自己的宝贝 小七一看这个男人的精神好像有问题 赶忙解释着他们没有碰屋里的任何东西 男人本想直接赶他们出去 可当他看到阿朗手中的录像机时 态度突然转变开始招呼着二人坐下 原来男人把阿朗当成了他喜欢摄影的同行 接着他还拿出一些自己的玩偶宝贝打算分享给阿朗 阿朗见状也开始配合着他询问这些宝贝的来历 不料男人却称自己是从一个被撞死的女人身上拿的 医院里的阿燕听后赶紧让小七询问他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 可男人听后又开始疯疯癫癫的 称那个女人每到晚上就会来偷他的宝贝 他为了不让女人得逞 早就把自己的其他宝贝都偷偷埋了起来 男人的这番话一下把几人都搞迷糊了 如果那个孕妇被撞死了 那男人口中前来偷宝贝的人又是谁呢 而且他又为何要来偷一个流浪汉的东西呢 小七试探地询问他的宝贝埋在了哪里 可男人向外一看 下一秒竟被外边的铁桥吓得直接开始驱赶他们 回到医院后 阿燕越想越感觉这个案子不对劲 就在他们讨论案情时 病房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几人沿着声音出来查看 不料竟发现一个男人正准备殴打他的妻子 阿朗见状上前警告他不可以对女人动手 男人被阿朗这么一说 也开始假模假样地转变对妻子的态度 就在这时 阿燕留意到了女人身上的伤痕 而且这些伤痕恢恢复的状态也很不一致 因此他怀疑这个男人应该经常对妻子家暴 于是他决定在查案的空隙帮助一下这个受苦的女人 可阿燕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个决定将会给正在调查的孕妇失踪案带来很大的突破 深夜 正在熟睡的阿燕突然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惊醒 他循着声音走出病房 不料看到白天那个打老婆的男人正在向自己的病房走去 令阿燕奇怪的是 男人的拖鞋上竟然带着很多泥巴 他疑惑男人这么晚为何要拖着受伤的身子出去呢 而且从他脚上的泥巴来看 此次去往的地方很值得怀疑 为了搞清楚这个男人身上的秘密 第二天阿燕在男人出院时也跟着一起办了出院手续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他留意到男人的妻子身上竟又多了一处新的伤痕 难不成这个男人昨晚忍着剧痛回去是去教训自己的妻子了吗 可他鞋子上的泥土又是怎么回事呢 阿燕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在询问他们的目的地后 热情地假装顺路打算送二人一起回去 男人见阿燕如此坚决 便不好意思地同意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阿燕与男人相互介绍了自己 男人称自己叫吴涛 妻子叫小梅 家住铁桥附近的阳光小区 阿燕试探地询问他是怎么受伤的 不料吴涛吞吐吐地称自己是一周前打球被人撞伤了类部 阿燕看他的样子明显是在说谎 不过为了下一步计划 他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可就在他们驶过铁桥时 车子突然被一个疯疯癫癫的流浪汉给截了下来 小七仔细一看 这个流浪汉竟是昨天那个小屋的主人 更离奇的是 当流浪汉看到后排的吴涛时 竟开始大喊着就是他偷走了自己的宝贝 接着又拿起手里的相机对着吴涛狂按快门 甚至在他们离开后 还疯狂追赶着要讨回他的宝贝 来到吴涛的楼下后 他谢过阿燕打算送几人离开 可阿燕一直握着他的手不放 明显是想去他的家里坐坐 一旁的阿眉似乎理解了他的意思 热心地让阿燕等人上去喝杯茶再走 吴涛见妻子已经发出邀请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带众人上了楼 来到他的家里阿燕进门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吴涛的家门上竟然装了五六把锁 从新旧程度上来看 这些锁还是刚装不久 于是他询问吴涛这是为何 吴涛却解释称小区最近老是闹小偷 他这么做只是提前做个防范 阿燕当然不相信他这种牵强的解释 可他还是想不通 那个在桥上蓝车的流浪汉到底与吴涛有什么关系呢 更令他意外的是 第二天那个流浪汉竟被人发现淹死在了河里 法医检查尸体后确认他的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 而且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看上去是自己不小心掉入河中溺亡的 而阿燕听后却很疑惑 这个流浪汉一直住在河边 按说对这里的环境应该很熟悉 怎么会失足溺水呢 随后几人又在流浪汉的屋子里发现一幅奇怪的画 从上面的笔记来看 这幅画应该刚完成不久 阿燕看着画上凌乱的形状 忽然感觉着很像小屋附近的那两棵树 再结合流浪汉曾说过自己把宝贝埋起来了 于是三人立刻对着这两棵树下面挖了起来 果然没一会儿 他们从泥土中挖出了一个红色的吊坠 而吊坠的上面正是失踪孕妇的名字 众人疑惑难不成那个孕妇是被流浪汉杀害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她的尸体一定也被埋在附近 得到线索 警方立刻对小屋附近展开了搜查 而孕妇的丈夫得到消息也很快赶到了这里 她看着妻子的吊坠很是傲呼 称自己不应该因为吵了几句嘴就把妻子扔下了车 原来那晚她是因为打牌被妻子强行捞了回来 而她当时感觉妻子让她在自己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所以就在车上发生了争吵 就在几人谈话间 远处寻找的警员们也终于发现了孕妇的尸体 随后经过法医检查 确认孕妇的死因是被车撞击导致的失血过多死亡 死亡时间大概一周左右 可张队疑惑那个流浪汉又没有车子 那撞死孕妇的肇事者又是谁呢 这时阿燕忽然想起 吴涛曾说自己肋骨也是在一周前形成的 而且从当时流浪汉看到她的表情来看 她明显是见过吴涛的 再结合流浪汉溺亡这件事 阿燕怀疑撞死孕妇的会不会就是吴涛呢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将吴涛带回了警局 面对警方的审讯 她坚称自己并没有开车撞过人 甚至还自信地让警方去检查自己的车子 并未发现有过磕碰的痕迹 而修理厂也没有这辆车的维修记录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阿朗和小琪正在办公室商讨案情 她突然想起那个流浪汉手中的老式的相机 并疑惑这种相机的胶卷现在已经停产了 那流浪汉又是从哪里搞到胶卷的呢 她话音刚落 小琪忽然惊醒 她怀疑流浪汉的相机里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胶卷 她立刻将这条线索告诉了阿燕 吴涛这边在警方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正准备回家 阿燕在得到小琪的消息后再次跟了上来 她试探地摸了一下车子的引擎盖 发现她的边缘很不整齐 她猜测吴涛应该在撞人后去小修理厂进行了重新喷漆 正因如此警方才查不到她的维修记录 吴涛在听后神色明显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阿燕见状继续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她怀疑吴涛撞死孕妇那晚应该恰好被流浪汉看到了处理尸体的过程 而吴涛在医院每晚都会出去 应该也是去寻找那个流浪汉毁灭证据去吧 可无奈流浪汉的神出鬼没 所以她每次都是空手而归 直到出院那天 他们恰好再次碰到了乱车的流浪汉 这才给了她找到并杀死目击者的机会 可纵使她千算万算还是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流浪汉相机里的胶卷 因为那个流浪汉有个随手拍东西的习惯 所以警方只要找到胶卷 就可以找到她杀人的证据 吴涛听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让阿燕直接拿出证据 否则就不要打扰她的正常生活 阿燕看着她上车并没有阻拦 因为假如流浪汉的相机里真的没有胶卷 那就说明吴涛在杀人灭口后 也没有找到胶卷的下落 而阿燕故意将自己的推理告诉她 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上钩等她自投罗网 果然天色一黑 吴涛立刻来到流浪汉的小屋附近 意外的是她很快便在泥土中发现一个胶卷 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身后突然亮起了警方的大灯 吴涛见状开始偷偷扯出胶卷尝试毁掉照片 而她的举动清清楚楚地被阿燕看在了眼里 因为这个胶卷是警方故意提前放入土中的 将其带回警局后 吴涛很不甘心地承认了一切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 竟然栽在了一个流浪汉手里 原来那晚撞死孕妇时 她的妻子阿梅也在车上 她因为丈夫藏尸的事情 一直对孕妇心存愧疚 甚至晚上开始梦游 并扮成孕妇来到出事的大桥上 而吴涛为了防止孕妇的妻子出去 只好在家里的门上装了很多把锁 可纵然如此在医院的她 还是无法阻止睡眠中的妻子孕妇 她担心阿梅这样会露出马脚 于是就经常对孕妇中的她拳脚相加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